第零七九章 生死斗 差点气死 幸好重启还能开 剑门 红青 红月 孙红秀 五十切磋 没有太多的寒暄 双方自爆家门 下一刻 红青拔剑变刺 一剑刺出 烟雾缭绕 地面上的砂石飞滚 卷起巨大的石浪 破 一声低喝 红秀一棍戳地 大地都颤动了一下 地面震荡 烟雾中 红秀手持长棍 一棍朝红青提下 两个女人 此刻交手起来 也是瞬间进入了状态 没有太多的试探 境界差不多 实力差不多 那就看经验 看发挥 剑光标射 长棍飞舞 打得很猛烈 四周 一些阅名层次的超能者 都看得眼花缭乱 巡业人这边 有人息切 好厉害 怎么感觉 比我们以前遇到的一些武师 要强许多 为什么 因为这是真正有师诚的武师 不是那种半吊子武师 无论是秘书 身体状态 都是巅峰 这种武师 不是那些半吊子 开武馆的武师可比的 这种秘书 也不是随便哪里 都能学到的 此刻 场中 红袖一根奇眉棍 挥舞得水泼不进 迅速靠近红青 下一刻 长剑和长棍碰撞 传出了叮叮当当的碰撞声 火花四剑 两位破百后 七五师交战 场面不小 孙一飞整理出来的场地 瞬间变得坑坑洼洼 场外 有人忽然惊呼一声 这一刻 红青一剑刺出 直接穿过了奇眉棍 眼看着就要刺入对方咽喉 孙洪秀眼中露出一抹冷色 长棍迅速转动 好像绞肉机一般 长棍飞速旋转 直接将红青的长剑 包括右手都囊括在内 要将他右手脚断 可见 之前只是孙洪秀 故意露出的破绽罢了 两个女人交手 下手却是极狠 看得不少 超能都摒弃凝神 有人还面露不忍 好像担心两人受伤一般 寻夜人方向 刘龙和王明 柳燕几人也在观战 王明也是看得目不转睛 好像很激动一般 看了一会 扭头一看 刘龙和柳燕却是面无表情 不由好奇到 你们怎么不紧张 刘龙面无表情 半赏 吐出了几个字 开场切磋罢了 看起来好看 什么意思 王明疑惑 都这么凶残了 你看 那红青的胳膊 都要被绞断了 还看起来好看 从他的角度去看 这一战 代表了武师的强大 也代表了武师交手的凶险 很刺激的 他又看向柳燕 柳队长 你觉得怎么样 刘龙太强了 斗牵武师 看不上也正常 柳燕呢 柳燕瞥了他一眼 也停顿了一会 才到 他们是在切磋 王明默默 体会着其中的意思 切磋 这说明 柳燕也觉得这一场 看起来凶险 打起来训乱的比武 也就那样 王明好一会 才到 这已经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比武场面了 你们看看 那剑鸣声 棍棒破空声 杀石翻滚 地面裂开 看起来就觉得凶险 刘布 真正的武师 难道不该是这样的吗 刘龙平静道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了 袁老师和孙一飞 未必 刘龙没多说 谁说李浩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武师之战 他是没太多的对敌经验 可刘龙和李浩打了很多次 打了很多场 李浩有武师的风格 若是孙一飞的那个弟子也是个真正的武师 那今日 众人也许可以看到一场斗牵之下 最精彩的战斗 场中 战斗持续 看起来格外的凶险 打得四周那些超能都不断低呼 感觉要死了一半 内圈 孙一飞微微皱眉 虽然早就说了 这是一场切磋之战 可是 感觉还是不太让他满意 他看向身旁的孙墨贤 轻声道 感觉如何 孙墨贤看了一会 轻声笑道 打得不错 师妹底子很扎实 然后呢 孙墨贤沉默 没然后了 就这样 打得还不错 底子挺扎实的 还能有什么然后 孙一飞见他不言 笑了一声 很好 就该如此 也的确就是如此 除了打得还算好看 底子还算扎实 的确没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 当然 孙鸿秀经验不如孙墨贤 而且杀敌经验不多 能打成这样 已经不错了 对付一般的超能 问题不大 没看四周那些 超能都惊呼声不断 孙一飞眼底深处 露出一抹嘲讽之色 他不是针对谁 凡是不是武士出身的超能 他都鄙视 都是垃圾 战斗还在继续 可孙一飞已经没兴趣去看了 孙墨贤也一样 他们师徒同时看向远处 看向袁硕和李浩 而这一刻李浩和袁硕 也同时朝他们那边看去 双方眼神瞬间碰撞 李浩露出羞涩笑容 很快低下头去 袁硕则是一脸嘲讽 朝孙一飞露出一抹挑衅的笑容 四人很快都收回了目光 袁硕低声道 那孙墨贤不是好惹的 武士看姿态 看眼神 都能看出一二 别把他师妹的实力 当成他的实力 嗯 我知道 李浩点头 他不会小看对方的 他只会把对方当成队长来打 还是最后一次战斗 队长差点打死 他那一次的状态来对待 战前 他想凝聚剑士 真到了战斗的时候 那就一个目标 武士的目标很简单 杀敌 杀了对方 至于其他的 都可以放放 两方师徒正在低语着 场中 焦鹤声不断 下一刻 巨大的碰撞声响起 砰砰两声闷响 红青被一棍击中心口 倒飞而出 口吐鲜血 重重砸在地上 地面都裂开了一些 而孙红秀也不好受 手臂被一剑刺穿 鲜血涌现 手持长棍 倒退数十步 这才站稳了脚跟 剧烈喘息着 眼中却是露出一抹骄傲之色 他赢了 虽然受伤了 可的确是他赢了 奇眉棍击败了地副剑 我说了 红青吐了口血 有些沮丧 他在迎越武林 如今的武林 起码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一些老一辈的武师 他也曾去挑战过 胜多败少 所以他一直觉得 自己在武师一道 还是很强大的 可如今 奇眉棍王的一个弟子 实力和他相当 切磋之下 却是击败了他 这让红青有些难受 远处 红一堂倒是没说什么 胜了正常 败了也正常 奇眉棍王的弟子 自然不一般 他的副剑虽强 可人家也不是浪得虚名 败就败了 还没凝聚事 影响也不算太大 失败一次也好 让女儿知道 人外有人 孙大哥还是兽徒有方 红某甘拜下风 红一堂客套了一句 朝女儿招了招手 红青有些失落地 提剑走了下去 路过李浩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想的 忽然低声道 你可别输了 咱们银月武林已经输了一场 再输 就丢人了 说完 他迈不离去 还是希望李浩能赢的 毕竟李浩才是 银月武林的人 而那个孙莫贤 谁知道是哪里人 反正不是银月的 他师父也早就离开了银月 李浩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也没理会什么 想了想 忽然开口 那个 你的剑能借我用一下吗 他想起来了 自己只有星空剑 可现场人很多 星空剑太锋利了 不适合暴露 其他人又没什么好剑 倒是这女人的剑 真不错 之前李浩也看了 一剑刺穿岩石 感觉剑都是完好无损的 好剑 剑 红青愣了一下 他不是武亲王门下吗 武亲王擅长拳法 长法 找宫 可就是不擅长剑 想归想 他还是将剑底给了李浩 为了银月武林的荣耀 远处 红一堂微微皱眉 心中有些叹息 女儿 太单纯了 这不好 一旦李浩用这把剑 击败了孙莫贤 甚至是击杀了对方 可能会平白招惹一些麻烦 当然 孙一飞未必会在意 可红一堂谨慎习惯了 此刻稍微有些不满 很快掩盖了下去 算了 借都借了 再拿回来 那孙一飞还没得罪 先把袁硕得罪了 李浩接过剑 稍微弹了弹 听到清脆的剑鸣声 露出了笑容 好剑 他脱下了外套 此刻 穿着背心 脚踩巡检丝发放的皮靴 他有不伦不类 不过李浩也不在意这些 对面 孙莫贤也将背后的长棍取出 朝李浩微微点头 两人同时走上了中央 齐眉棍王门下 孙莫贤 武器王门下 李浩 双方上场 都很客气 四周 那些观战的超能们 还在遗憾红青他们的战斗结束了 有些遗憾 此刻 又有人声音不小 开口道 这李浩 据说才入门几年 练武不到三年 这是上去送死的 可惜了 刚刚那一场才精彩 不过也不亏了 起码看到了武士的精彩对决 一些超能闲谈着 觉得这一场 其实没太大意思 肯定没刚刚那一场劲爆 场中 李浩和孙莫贤对望 两人并未理会任何人 此刻 他们眼中只有彼此 李浩眼神凝重 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和一位破百元版强者交手 而且不是切磋 是生死之战 这一次 也不是偷袭 是正面厮杀 他将长剑插在了一边 没急着用剑 而是摆出了武情术的架势 孙莫贤的眼中 也只有李浩 他手持长棍 此刻扬起长棍 双方互相凝望彼此 一时间并未出手 而是各自寻找契机 场外 等了一会 见两人还没开打 有人不耐烦了 还不开始 玩呢 两个男的 互相看着 看对眼了这事 起哄的 小组织的人居多 大组织的倒是少一些 大组织的人 更多的还是阶级分明一些 上面不发话 下面一般也不敢乱开口 而就在这时候 袁硕轻轻一跺脚 地下 一块石头碎裂成七八块 分别标射而出 速度快得惊人 砰砰砰 一连串的响声传出 眨眼间 刚刚喧嚣的七八位超能 其中一半 直接被射杀当场 此举 瞬间震撼所有人 剩下几位没死 都是有强者出手 拦下了那些石头 这些人正准备发怒 下一刻 一枚长棍冲天而降 轰隆一声 长棍之上 还夹杂着狂暴的火光 其中一位日要强者 直接被一棍打成了积粉 瞬间消失在人间 四周 瞬间安静了 石头 是袁硕打出来的 长棍 是孙一飞丢出去的 两位强者 并未说话 只是依旧观战 而外围 此刻安静的吓人 远处 红一堂早就带人走远了 见状冷笑一声 之前切磋战就算了 现在二人的得意门生生死战 你们这些家伙 叽叽歪歪个没完 不打死你 我红一堂都要怀疑 这两人换人了 再敢废话 这俩家伙 搞不好先图了你们这些人 再去分生死 他太清楚这些家伙的风格了 因为当年的他 其实也是其中一员 这一刻 不少人咽口水 太强了 也太残暴了 只是议论几句 这两人直接大开杀戒 一瞬间斩杀了七八位月明超能 甚至还格杀了一位日耀强者 日耀 在营月 已经是超能领域的顶层了 至于三阳 那是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存在 也就这一次见得多一些 平日里几乎看不到 震撼愤怒的同时 这些人也是惧怕 日耀 居然挡不住对方隔空一棍 太可怕了 就在此刻 场中两人动了 袁硕和孙一飞 出手杀人的时候 两人都感受到了对方的异动 这就是机会 无声无息 胡找掏袭 大力抓出 一瞬间 一根长棍直披脑袋 李浩闪避 咆哮一声 胡吼声震天 长棍凝滞瞬间 李浩一爪抓出 扑斥一声 血肉横飞 而凝滞的长棍 却是在这一刻 迅速落下 好像刚刚只是为了 打消李浩的迟疑 一棍劈落 哼 李浩咆哮一声 蹬地而起 抬手 朝长棍抓去 长棍劈落 砰的一声 砸在脑袋上 血液见射而出 李浩却是双手 已经抓住长棍 没让七眉棍 彻底落下 面染鲜血 李浩却是毫无畏惧 双手擒拿起眉棍 蹬地而起 用尽了力量 熊斗术爆发 如同巨熊 沿着长棍 朝对方双手 合一垂尖而下 孙莫贤长棍一抖 震荡之力传来 内劲爆发 如同刀刃 瞬间在李浩手上 留下一道道血痕 而李浩依旧顺着长棍 合一垂尖而下 轰隆一声巨响 孙莫贤大喝一声 抽出了长棍 一棍打在了地面上 直接打碎了地面的石头 爆碎的石头 朝四方标射而去 两人速度很快 其他人还没从那些人 被杀的场面中回神 场中 两人已经交手数十招 李浩抓伤了对方的胸口 而孙莫贤也一棍 劈破了李浩的头皮 长棍劈下的瞬间 李浩贴身而上 如同水波 拳脚齐出 双脚和对方双脚 在地面上彼此爆踢 一块块石头 再次被踢得爆碎 烟雾再次缭绕 杀石之中 李浩武情术运用到了极致 对方也是拳脚精通 一旦长棍虽然长 却是依旧灵活 抽棍 撞击 砰的一声 李浩胸口挨了一棍 咔嚓一声 好像骨骼断裂 而李浩 手指如箭 再次抓出 这一次 直接抓中了对方手腕 一抓之下 直接带出了一大块血肉 两人纷纷倒退 一眨眼 再次前进 李浩凌空跃起 一脚踢出 一眨眼 脚下一根长棍浮现 棍如枪 这一棍 好像要扎穿李浩 李浩的腿 这时候好像灵活得不像人 好像一条蛇 或者猴子的尾巴 他的腿 缠绕上了长棍 整个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姿势 直接缠绕长棍而下 挥拳 朝孙墨贤打去 内劲爆发 炸裂声四起 孙墨贤挥舞长棍 朝地面砸下 而李浩 如影随形 好像猴子一般 整个人都缠绕在长棍上 双拳挥舞 时而成爪状 时而成拳头 打得轰隆作响 场外诸人 此刻也迅速 被吸引了注意力 只看到 李浩缠绕在奇眉棍上 沿着奇眉棍不断发起攻击 一时间 不断抓出一刀刀血肉 至于他自己 也被长棍砸在地上 砸得浑身是血 没感有吗 没有 丝毫没有之前两人比斗时的美感 只有暴力 一种说不出的暴力 血肉横飞 杀十四箭 鼓裂声 血肉破碎声 这一刻 四周安静的下人 不单单是因为刚刚的警告 还有这样的血腥场面 让他们无心再去讨论什么 唯有带入其中的紧张 这才是生死战 这一刻 那些超能者好像明白了 这一场战斗 和之前那一场战斗的差别在哪 之前 两人 虽然也是招招凶险 可估计太多 没有攻下阴 没有破咽喉 没有刺心脏 没有凶残无比的掏心 没有暴力无比的一棍劈碎脑袋 武师 本就为了杀戮而生 不攻弱点 专攻强处 这还是武师吗 洪一堂身边 洪青握紧了拳头 看得目不转睛 洪一堂也默默看着 这一刻 好像回忆起了当年 当年的银月武林 便是如此 上场便见血 见血必杀人 什么切磋 不存在的 而今 超能崛起 武师没落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场面了 远处 孙一飞面色凝重 孙洪秀和他的小师弟 也很紧张 无耻 孙洪秀咬牙低喝一声 啪地一声 孙一飞直接一耳光 抽得他倒退好几步 孙洪秀低着头 不敢说话 而孙一飞也没说话 之所以打这个弟子 是因为刚刚李浩一找涛当 差点抓中了要害 尽管如此 孙莫贤还是裤子裂开 一滴滴血液低落下来 无耻吗 是无耻 别人可以说 他孙一飞的弟子不能说 这是生死战 若是他的弟子 都觉得这样的招式无耻 那还当什么武师 外人眼中高大上的武师 都死了 活下来的武师 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什么涛当 抓心 那都是常态 真正的武师 经得住这些考验 经不住的都死了 死了 自然不需要去说什么 孙一飞默默看着 这只是开始罢了 徒弟的事 还没爆发出来呢 场中 孙莫贤低吼一声 一棍震荡四方 横扫而出 打得李浩不断跳跃 如同猿猴一般跳出 孙莫贤剧烈喘息一声 此刻 身上早已是血迹斑斑 血染红了衣衫 而李浩 灰头土脸 并不好受 一条腿 隐约有些波折 之前被一棍扫中 好像打断了腿骨 就在此刻 李浩眼神微变 对面的孙莫贤 冷冷看着他 一棍戳入大地 武琴树和奇梅棍 该展示的也展示完了 是不是该认真一些了 此话一出 四周有些骚动 却是没人敢说话 认真一些 李浩倒退几步 一把拔出地上的长剑 露出笑容 我示意武琴树闻名 不展示完了武琴树的精妙 我不好说是武琴王门下 孙莫贤没说什么 长棍拔出 这一刻 一股事 汹涌而来 漫天烟雾瞬间消散 李浩感受了一番 眼神微动 大地 是的 大地 这一刻 他感受到了大地的波动 对方领悟的 居然是大地之事 这太巧合了 若非老是让自己领悟见识 此刻李浩 也该运用大地之事才对 没想到奇梅棍的弟子 领悟的是大地之事 只是和李浩稍有不同 李浩感受到的是雄魂 大地的雄魂之事 一根长棍 好像连接了大地 大地之力覆盖在长棍之上 一棍出 大地好像都在雀员 杀 与此同时 孙莫贤的气势都变了 好像沙场老将 一棍打出 不管前方是谁 这一棍都要死 长棍如枪 精妙无比 而又雄魂有力 运用式的孙莫贤 比之前强了不止一筹 一棍之下 长棍还没落地 大地已经裂开 此刻 李浩也是眼神如剑 大地 很好 我喜欢 长剑杀出 内境如剑 一道剑芒 无声无息地闪烁 转瞬间消失 李浩如同阴影 瞬间消失 瞬间出现 一剑刺入对方咽喉 无影剑 这一刻 孙医飞缓缓说了几个字 看向袁硕 眼神冷立 老东西 擅长武情术 却是传授自己弟子 无影剑 这倒是出乎预料 这一刻的战斗 好像是孙莫贤一个人的战斗 长棍破空 强悍无比 而李浩的剑名声 却是微不可闻 整个人也如同影子一般 迅速贴近 迅速避退 出剑 一击不中 瞬间后退 无影剑便是如此 如同刺客 双方再次纠缠起来 长棍一棍接连一棍 挥舞得水泼不进 李浩的剑 也无法刺入 就在下一刻 孙莫贤陡然抱贺一声 大地裂开 四周直接塌陷 李浩的身影瞬间浮现 眨眼间 一根长棍朝他落下 一棍直奔李浩脑门 大地之势发挥了作用 直接无声无息间 裂开了四周地面 让李浩瞬间塌陷 露出了行踪 杀 孙莫贤再次抱贺 长棍 好像劈碎了空间 一棍打得四周石头还没接触 早已纷纷裂开 暴射而出 此刻 李浩却是迎来了危机 这一棍 对方裂开大地 也出乎他预料 这比预期中的是还要强 这下子 他双腿离地 有些难受 对方长棍落下 更是让人恐惧 而李浩 这一瞬间 依旧没有用大地之势 用也未必来得及了 既然如此 下一刻 一道剑芒暴射 眨眼间 第二道 第三道 九段剑 这瞬间的功夫 他完成了呼吸法的转换 越是此刻 越是冷静 李浩居然在这种关头 动用了另外一套秘术 斩 李浩一剑斩出 接连六道剑芒 瞬间叠加到了一起 长剑斩出 轰咙咙 没有清脆的碰撞声 只有暴力的撞击声 李浩被一棍劈落 双脚蹬地 虽然陷入了地底 却是依旧暴力无比 狠狠蹬地而起 一剑用尽力量 哗啦一声 长剑顺着长棍切割而去 快 极其地快 孙墨贤眼神微变 好大的力量 右手瞬间撒开长棍 否则 这一剑 能把他手指头全部削掉 而他撒开长棍的瞬间 李浩一把抓住长棍 暴力无比地 一棍朝他捅下 砰的一声巨响 孙墨贤被这一棍 直接戳中了胸口 骨骼断裂 一口血液喷射而出 而这口血 刚好朝李浩喷射去 李浩也是一口气剑喷出 砰 血液和气体 在空中炸裂开 围观的人 看得眼花缭乱 一个个平住呼吸 这一瞬间 他们都明白 双方应对都太快了 稍有不慎 刚刚就有一人要死 尤其是李浩 在半空中 居然忽然爆发了 唯有刘龙几人 才知道其中凶险 刘龙都捏了把汗 有些紧张 那一瞬间 太快了 李浩要是无法完成 呼吸法转换 无法爆发出六次叠镜 他挡不住那一棍 好小子 刘龙心中震动 李浩的九段镜 居然已经完成了六叠 关键不止如此 在那一瞬间 李浩居然完成了 呼吸法的转换 这得多冷静 按照时间 按照常理来说 是有希望完成的 可是 那需要绝对的冷静 这小子 天生就是为了武道而生吗 谁能在这生死之间 保持这样的镇定 稍有失误 就是被一棍劈死 他不怕吗 场中 李浩利用九段镜 瞬间完成了逆转 一棍反伤了孙墨贤 下一刻 两人再次纠缠到了一起 哪怕孙墨贤用了事 李浩没用 依旧没被对方压制 此刻才能感受到李浩的强大 他强化的五脏 强大的身体 九段镜 多种秘书 拉平了事的差距 身体抗击打能力太强了 哪怕孙异飞 在远处看的 也只是直走眉头 正常情况下 用了事的孙墨贤 那样的一棍 哪怕对方接下来了 也是内脏出血 一棍震碎了内脏 可袁硕这个关门弟子 内斧太强了 却没事 这不应该 他看向袁硕 袁硕一脸得意 也看向他 嘴唇微微一动 是又如何 五情土纳树 天下无双 五师 哪有弱点 五脏依旧是强处 孙异飞沉默 他看向场中 此刻 对孙墨贤少了一些信心 哪怕李浩没表现出事的趋势 看样子 好像是在领悟见识 可是 九段镜 五影剑 五情术 再加上强大的内脏 自己这徒弟 居然完全没能占据上风 先前 两人热身 他还以为李浩就此为止了 看来自己倒是小看了袁硕 更小看了他的徒弟 场中 李浩和孙墨贤拳脚相交 双方再次打得血肉横飞 李浩退后 孙墨贤也后退束步 两人都有些凝重 李浩头上依旧还在流血 孙墨贤身上的血液都快干涸了 再次抓紧了长棍 血液也染红了长棍 李浩也一把抓住扎入地下的长剑 笑了一声再次把剑杀去 压烈 好像还不够大 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当日那一剑 出剑 断我 杀爹 孙墨贤脸色一变 爆吼一声 长棍劈出 一连劈出数十棍 砰砰砰 长棍和剑 都是宝物 此刻 在李浩如此用剑的情况下 长棍被直接斩出一道道裂痕 而长剑也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下一刻 轰隆一声 剑和长棍纷纷爆碎 无数的碎片 爆射而出 远处 王明看到一块碎片 朝自己爆射而来 眼神微动 此刻也很凝重 探手一抓 想要直接抓住长剑碎片 下一刻 脸色微变 忽然 手掌上多了一副金色手套 那是他的精细能 嘎吱 刺耳的声音传出 长剑碎片夹杂着一些剑气 直接将金色手套切成了两半 滴答滴答 血液从手上流淌而出 王明没有了平时的嬉笑怒骂 唯有凝重和沉重 我试日药 这只是两人爆射而出的武器碎片 他阻拦之下 居然被切开了神秘能防御 直接伤到了手掌 差点切断了他的手掌 他不顾疼痛 默默看着手心上那道伤口 深刻入骨 这一刻的王明 好像有些失神 四周 一些强者 也纷纷出手阻拦碎片 有超能者 想要尝试 一位月明超能 手中冒出一些火光 想要焚烧着碎片 扑斥一声 碎片直接穿透了超能 好像没有任何防御一般 直接将那人头颅击碎 安静 死戒 场中两人 也只是破百 和月明同间 这一刻 所有月明都沉默了下来 一些日药 都是面色凝重无比 再次朝场中看去 此刻 再也没有任何小距之心 唯有凝重 这是破百 这才是武师 白痴 红一堂低声骂了一句 两位破百武师 一个甚至掌握了试 一个就算没掌握 也差不了多少 相当于两位掌握了试的武师 全力一击 破碎了彼此兵器 这一击 哪怕日药初期在现场 都可能会被两人联手 格杀当场 居然有月明要去见 他不死谁死 小组织的超能 就是没见识 自以为成为超能者 就可以俯视武师了吗 刚刚袁寿他们出手杀人 还不长教训 而下一刻 所有人目光再次聚焦场中 长剑破碎 长棍断裂 这一刻 两人身上 也被彼此的内劲 轰得伤痕累累 孙墨贤剧烈喘息着 喘息声清晰可闻 右拳一拳朝李浩轰杀而去 大地之势 距于拳头之上 轰隆隆 一拳接连一拳 打得李浩不断倒飞 九段镜爆发的李浩 来不及运转武情术 只能硬抗 两人硬碰硬之下 哪怕李浩武藏强悍 依旧被这一拳接连一拳的攻势 打得不断倒退 嘴角开始冒险 这就是武师 拳拳到手的血腥 暴力 孙墨贤好像不知疲倦的狂人 双拳开始轮换 他要压制李浩 一直到活活打死李浩为止 拳头的碰撞 手肘的碰撞 甚至是双脚不断互踢 踢得裤腿早已爆碎 露出了血淋淋的双腿 孙墨贤压制着李浩 自身也是受损不清 五脏不够强大 反正之力 都让他有些扛不住 内服好像破裂 有脏气出血 可他没放弃 没后退 也莫收权 趁他病 要他命 李浩的强大 出乎预料 却也是他亢奋的源头 打死了李浩 才是目标 打死了李浩 干扰袁硕 对接下来的战斗 也许有一丝私帮助 而李浩 其实也是同样的心思 迎越武林比斗 弟子先生 若是一方能够打死 另外一方的门人 那就可以撞起声势 动敌气势 许多旗鼓相当的强者 最终获胜的一方 往往是弟子战中取胜的一方 先手打死对方门人 很多时候 都是取胜秘诀 这一点 袁硕没说 刘龙却是说过 被压制 被强攻 李浩却是眼神清澈 老实说 所有的一切战斗 一切招式 都是为了最后一招准备 为了打死敌人而铺垫 所以 过程也只是过程 就在对方再次出拳的瞬间 李浩抱吼一声 一口白雾吐出 如同剑芒 孙莫闲下意识一拳打来 直接一拳将剑芒打得四分五裂 而这 并非李浩的杀手锏 这一刻 他右手扬起 呲牙笑了 露出了口中的血红血液 九段镜再次爆发 一重重内镜叠加右手 李浩再次去回响那一剑 内镜画剑 手掌裂开 剑气隐约抱射而出 远处 孙一飞脸色一变 认 他想喊出认输两个字 他感受到了一些不同 一股剑业 他甚至想亲自出场 去阻拦李浩 脚步一动 他想出手 远处 袁硕没有动弹 好像并没有阻拦的意思 孙一飞却是脚步一致 眼中露出一抹痛苦之色 徒弟 没人说 袁硕微微皱眉 看了他一眼 很快 不再去管 孙一飞是一个好舞师 也是一个好老师 但是 孙一飞未必是一个好师父 因为他没出手 因为他迟疑了 因为 规矩 武林的规矩 此刻 孙一飞看向徒弟 眼中露出一抹七迹之色 认输 只要你认输了 我不会让你死的 这时候的孙莫贤 也感受到了危机 很危险 他好像感受到了一股剑意 格外锋利的剑意 从李浩手中传荡而来 李浩此刻好像有些迟疑 是的 李浩这一刻 其实也在等 等他认输 尽管他想打死了孙莫贤 动摇孙一飞 可当看到孙莫贤那张还算陌生的脸 他忽然 也有些动摇 给他认输的机会吧 认输 也是一样的 孙莫贤 却是没有认输 师父输过一次 数十年都难凭此心 当年从这上面的天桥 跳下去了 我若是认输了 也许师父会欣慰 我也会活下去 可输了 也许比死了打击更大 死了 师父也许会更强大 一颗悲愤之心 也许可以让师父更有爆发力 何况 巨师阶段 此次战败 败给了一个新人 我还有几分动力 打破魔障 跨入斗签 这一刻 孙莫贤露出了一些笑容 武师的执着 不是外人可以理解的 下一刻 双拳之上 呈现出一感内境之棍 棍出奇眉 一声怒吼 这一棍 夹杂着大地之势 宛如实质 一棍打下 天崩地裂一般 爆炸声响彻四方 也许会死 可我还没说 师父说 不到最后一刻 谁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这一棍 强悍无比 直奔李浩没心 欲要一棍打死李浩 你见再强 也要看谁更快 看谁更能承受危机 远处 孙一飞露出了激动之色 他的弟子 没认输 没等死 比他强 当年 也是这样的一幕 他输了 输给了袁硕 而他的选择是 跳下天桥 不愿死在袁硕手中 而他弟子 比他更强 而袁硕 此刻 却是微微皱眉 有些担心 他没想到 这一刻 孙墨贤居然还能爆发 势容内进 这是要跨入斗签的征兆 对方居然在这关头 差点跨入了斗签 这一点 是当年的孙一飞 都没能做到的 而他的学生 能挡住这一棍吗 生死就在这瞬间 胜负就在这瞬间 袁硕担心 所以他想出手 他是老师 也是师父 一师一父 老师可以守规矩 让弟子守规矩而死 可父亲不能 哪怕这一次出手 会让他接下来 有些无法面对孙一飞 那又如何 就在他想出手的瞬间 李昊也是抱吼一声 以手为剑 一剑斩出 一棍 一剑 此刻都引起了空气暴动 空气直接炸裂开 四周的沙石 更是瞬间爆裂 远处的一些超能强者 此刻也是面色凝重 双势之杀 李昊 好像感悟了见识 这是两位 即将跨入斗签的强者 而不再是 他们眼中的新人 哪怕日要 甚至三阳强者 此刻都聚精会神 目不转睛地看着 有些紧张 哄 一声惊天巨响传出 剑气一瞬间斩断了长棍 孙墨贤眼中露出一抹不解 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 刚刚那一棍 他觉得是自己人生中 最巅峰的一棍 强悍无比 甚至他觉得 可以堪比斗签了 可是 依旧被一剑斩断了 额头上露出了一道血痕 孙墨贤没什么不甘心 只是有些不解 疑惑 他嘴唇张了张 李昊没听到声音 却是依旧喘息着回答 不是人间之剑 这一剑 不是人间的剑 所以 你败给我的 不是实力 不是事 而是你我见到的天地不一样 我见到了那一剑 你却是没有 孙墨贤似懂非懂 好像明白了什么 许久 他缓缓倒下 砰的一声 砸落在地 一道血痕 从头颅一直蔓延到了身下 李昊默默看着 这一刻 没有什么激动和兴奋 这就是武林 无冤无仇 只是因为师父是敌对的 所以 他们浴血厮杀 只为了接下来的战斗 双方的师父 能占据先机 墨贤 师兄 场边 传来了痛苦的喊声 孙一飞瞬间浮现 看着倒地的弟子 眼中露出一抹痛苦之色 他 好像错了 他该阻止的 他看向李昊 眼中杀意浮现 瞬间按捺了下去 下一刻 他看向袁硕 咬着牙 我会打死你 一定 袁硕面色凝重 冷冷道 我等你 他的学生赢了 而这一次赢下对方 孙一飞没再受到打击而崩溃 而是更强了 不过 那又如何呢 李昊微微皱眉 没有说什么 孙一飞 居然没有狂暴起来 他看向地下的孙墨贤 没说什么 微微抱拳 艰难地退出了圈子中央 赢了就行 老师 也会赢的 身后 凄厉地痛哭声响起 孙红秀抱着鲜血染红的尸体 声音嘶哑 愤怒嘶吼 李昊 我会杀了你 一定会的 李昊没有回头 武师 本就该如此 今日不能斩尽杀绝 明日就等着敌人的报复 一年又一年 一次又一次 直到战死在某一次比斗之中 这才是武师的宿命和轮回 今日 老师哪怕赢了 大概也不会杀着孙红秀 因为 规矩 于府吗 有一点 可李昊知道 老师已经是武师当中 比较不守规矩的人了 比起他 孙亦菲这些人 更迂腐 可这 有时候并非坏事 武师 迂腐一点 也许更值得留恋 李昊心中念头无限 走出了圈子 瘫软在地 这一刻 他才感受到了痛苦 浑身都痛 无比的痛 第零八零章 起没棍 新火源 赢了 第一站 大家见识到了舞者的绚丽 打起来好看 觉得武师的确不弱 到了第二站 没人有心思夸赞什么 只有残酷 这一刻 他们才明白 什么是江湖 什么是武林 二十多年前的银月武林 就是如此 每天都有人死 每天都有人在复仇 或者被复仇的路上 被人杀死 争什么 争一个名 争一个力 或者说 武师的本质 就是为了杀戮而存在 武师诞生的那一刻 其实就是为了杀戮而存在的 超越凡人的力量 探索身体的极限 打出自己的名头 超越前人 这一切 便是武师的道 为什么 非要打死一人 这是一些超能心中的想法 尽管超能已经很残酷了 可超能往往是为了利益 为了宝物 而眼前斗争的武师们 只是为了数十年前的仇怨 甚至蔓延到了下一代 而最后一刻 才有人震惊 有人看向李浩 满脸的不敢置信 就连好连川 都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李浩 那个接触五到几年的小家伙 他居然在比武中 格杀了一位破百圆满的武师 甚至对方隐约 已经触碰到了斗迁的层次 他在想 若是刚刚上阵的 是一位超能吗 日要初期的超能 是杀了李浩 还是被李浩所杀 武师的强大 在感悟式的一刻 会彻底呈现出来 精神层次的压迫 武师真要跨入斗迁 同阶的超能 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单纯一个大势压制 九成的超能都会被削弱 除非能力特殊 否则都是强攻系的超能 几乎都不是同阶武师对手 一战扬名 此战之后 武情传人李浩的名声 恐怕会响彻音乐 音乐武林 很多年没有这样的 年轻强者冒头了 前方 流龙几人迅速上前 搀扶起了李浩 看着他浑身是血 流龙微微皱眉 没说什么 扶着他就往外围走 这里的气氛 太压抑了 压抑的他这位斗迁 都想远离 而此刻 四面八方 所有人也感受到了 一股压抑感 孙一飞 如同即将喷射的火山 这时候的他 将孙莫贤的尸体 交给了孙洪秀 嘴唇微微颤动 走 带着你们大师兄的尸体 回去 回中部 当李浩打死了 孙莫贤的那一刻 孙一飞知道 今日 自己可能走不了了 袁硕的弟子 数年内进步如此之大 那袁硕呢 此刻 他可以选择避战 可是 可能吗 他是齐眉棍王 他的弟子 在为他复仇的道路上 已经付出了生命 他孙一飞能走吗 能不战吗 不 不可以 师父 两位活下来的弟子 带着哭腔 抱着孙莫贤的尸体 泪水止不住地流 他们还是太年轻 若是孙莫贤还活着 他可能明白师父的心 他也可以理解 而孙洪秀两人 太年轻 没经历过太多 他们不能理解 孙一飞看着孙洪秀 拍了拍他的肩膀 眼神一直盯着他看 孙莫贤死了 而今 齐眉棍的传承 都在你身上了 他还有其他弟子 可这次带来的 自然是最有天赋 最聪明 最值得培养的几位 哪怕那位展时镜的 也是值得培养的 他不希望 这些人都死在了这 断了他齐眉棍的传承 孙洪秀和那年轻男子 两人落泪 又很快擦干了泪水 孙洪秀跪地 磕头 片刻后 孙洪秀背着尸体 便要离开 远处 袁硕忽然轻声道 孙一飞 孙莫贤不如就葬在银月吧 若是他无家人了 就留在银月吧 银月武林 才是武师的归宿 战死在此 不如就葬于此 银月武林 孙一飞看向他 扮上露出了笑容 一根长棍 冲天而起 一瞬间 大地之上 被一棍打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他没家人 我就是他的家人 孙一飞笑了 也好 袁硕 这一次 你说得有几分道理 若是你死了 我便用你的人头 祭奠我徒儿 袁硕平静道 若是你死了 我会让你们合葬 也好 孙一飞露出了笑容 他一步上前 接过了孙莫贤的尸体 在孙洪秀 两人不舍的眼神下 抱着孙莫贤的尸体 将其葬于大坑之中 回中部 吴家人 吴师傅 太寂寞了 不如就留在这吧 这里是师父的家乡 也是故乡 孙莫贤也好 孙洪秀也好 都是战乱中的孤儿 所以他们姓孙 长棍通天 一瞬间 无数砂石翻滚 眨眼间 深坑被砂石埋藏 留下了一个坟包 孙一飞收回了长棍 他再次看向孙洪秀 孙洪秀两人见 师父看来 迟一片刻 孙洪秀转头就走 拉着自己的小师弟 奔驰而去 离开了这片伤心的 这就是武师 留下传承 等待复仇 孙一飞不曾说过 不要复仇的事 不存在 齐眉棍的传承 还在 那就会继续复仇 直到有朝一日 齐眉棍彻底消失 在武林之中 否则 齐眉棍一定会来营业 再战武青门人 而这 袁硕知道 李昊知道 武师们都知道 确实没人阻拦 武师 往往都是这样 一群凶狠而又残暴的家伙 却又有些看起来虚伪的善良 比武之战 很少很少会出现灭门之事 明知道斩草除根的好处 却是极少有人会真的去做 他们知道 有人会来复仇 所以会等待他们来复仇 甚至在他们武道大成之前 都不会特意找上门去 他们年老了 收下一个个弟子 收下关门弟子来守门 等待仇人上门来报复 都不会在还有一战之力的时候 前往仇人所在 将仇人杀死 这一切 便是因为规矩 没人制定这样的规矩 只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规矩 袁硕打死了那么多人 可打死的 大多都是交手的人 至于他们的门人弟子 袁硕很少会出手 除非他们主动攻击 所以 袁硕的仇人其实很多 杀不完的仇敌 直到有朝一日 这些人 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复仇了 或者自然消失在武林传承之中 这些仇怨 才会烟消云散 孙红秀他们走了 没人阻拦 甚至没人敢动弹 这一刻 孙一飞那凶狠的眼光 扫尸四周 格外的凶残 他盯着所有人 唯独没看袁硕 他在等 等徒弟走远一些 甚至是离开营院 他知道 袁硕会等下去 远处 凡是被他盯上的人 日药也好 三阳也好 都有些发自心底的含义 那眼神 暴虐 疯狂 杀戮 这样的时间 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 而在场所有人 都在煎熬中 陪他一起 等待了半个小时 这一刻 三大组织也好 巡业人也好 都很默契 没人想在此刻 惹怒疯狂的孙一飞 一位三阳后期的 顶级强者 至于他那两个弟子 不管有仇没仇 实力在哪 也没人太过在意 半小时后 孙一飞陡然腾空跃起 一瞬间 腾空上百米 眨眼间 落在了一处断裂的 天桥之上 这就是当年 他战败的那座桥梁 下方 袁硕登地而起 如同火箭 如飞鸟落地 轻松落在另外一边 江湖是 江湖了 下方 众人微微变色 轻轻松松 腾空百米 一般的日药也能做到 可两人举重若轻 用的都是武师的手段 这就非同反响了 此刻的李浩 很虚弱 他抬头看天 片刻后 忽然皱眉 他看向侧方 有些遮挡视线的 一座飞船 光明倒的人 这些家伙 飞船就在天桥边 不远的地方 并不在天桥旁边 大概相距百多米的样子 悬浮在空 上面有不少人 袁硕两人隔空相对 武师之战 一般都局限于 一小片地方 这两人就算 真的扩大范围 最大的可能 也是落地而战 所以 光明倒并未迁移地方 依旧助力那边 那里 也是观战最好的地方 视野最好 可以看得最清楚 李浩皱眉 身旁 刘龙也抬头看了一眼 眼中露出一抹冷色 这是在找死 武师交战 范围是不大 哪怕超能 其实范围也会局限在一片地方 不会无限扩张 何况对方 还在半空中 扩张也难扩展到那边 除非两人凌空作战 可武师也好 超能也好 只要不是飞天系的 几乎不会凌空交战 大帝 才是他们的归宿 然而 袁硕和孙一飞 是一般人吗 半上 李浩轻声道 不用管 总有些人 觉得自己很特殊 很与众不同 这光明道 好像是一位天卷神师组建的 是吗 一旁 王明点头 光明道和剑门不一样 剑门是红一堂组建的 光明道 却是一位天赋 很好的天卷神师组建的 那人早早跨入日耀 没多久又顺利跨入三阳 成为营月少数几个 有三阳坐镇的大势力 对于武师 刚刚李浩他们一战 的确精彩 可那也只是 堪比日耀初期的层次 距离三阳太遥远 有些人 就是头铁 何况 那光明岛主 自认实力不凡 此刻忽然挪移飞船 岂不是显得低人一等 李浩深知 这点范围 太小了 武师的事 他们根本不懂 老师的事 一旦全出 跨越百米算什么 也许那三阳没事 可三阳之下 哪怕日耀 也会被强大的是冲击 或死或伤 这 纯粹是自找的 他不再看那边 而是看向空中的老师和孙一飞 他希望孙一飞 会因为孙莫贤的死 受到影响 否则 之前和孙莫贤的一战 就显得欠缺一些意义 半空中 断桥两侧 桥从中央而断 一侧一人 孙一飞眼神依旧暴虐 却是隐约恢复了一些冷静 他看向袁硕 许久 开口道 你害了隐约武林 袁硕笑了 算是吧 你学会用大意压我了 算吗 也许算吧 他没能跨入斗千 或者说 没能在二十年前跨入斗千 隐约武林的没落 和他有很大关系 当年他若是能跨入斗千 不会死那么多破百元满 而剩下的破百元满 可能都会突破斗千 这就是武师 很奇妙的一群人 镇压隐约的袁硕不突破 大家好像都卡在了那里 可若是袁硕突破 斗千必然如雨后春笋一般 接连冒出 这不是一个时代的事 而是很多个时代 都是如此 有人决定了武林的上限 当这个上限被打破 那很多人会趁风而起 接连突破 再去寻找下一个上限 若是上限一直没能被打破 除非有人打死这个制造上限的家伙 否则 那个时代 就是此人为上限 一种极其奇妙的状态 没有压你 孙一飞很冷静 我只是痛恨 遗憾 因为你的上限 让我们无法领略斗千之美 无法更进一步 恨只恨 我们当年无法击败你 将你拉下神座 此乃一恨 二恨我成为超能 无法用武师之力 与你一战 三恨我不如图 当年 也许我该奋起一战 直至战死 跳崖 此乃我一生之耻 袁硕看着他 点头 这次你可以站到最后 袁硕 希望你 别让我失望 话落 一根长棍齐眉而起 单手持棍 指向袁硕 白战 哼 招还莫出 滔天火焰 焚天灭地 火系超能 火 善功 很多攻杀性超能者 都是火系 火系 也代表着火爆 火焰一起 下方好连川 都是微微变色 他也是火系超能 也是三羊 然而 当孙一飞火焰一起 他忽然觉得 自己的火能和对方一比 差距很大 同为三羊 居然有这样的差距 让他有些不可理解 当然 若是他配合火凤枪 差不多也能发挥出这样的强大 可孙一飞的奇眉棍 虽然也是顶级材料打造 可远远达不到火凤枪的程度 对面 袁硕眯了眯眼睛 那滔天的火焰 汇聚于长棍之上 让长棍如同火龙一般 强悍无比 显然 孙一飞的态度很明确 他要用武师手段 击败击杀袁硕 火焰超能 他也只是当成内劲来用罢了 就在此刻 袁硕也变了 那火焰的温度太高 人体根本承受不住 而这时候的袁硕 好像化身一头火源 猿猴一般 映射在所有人心中 一来 就是星火源附体 孙一飞眼神瞬间雪亮 这一刻 他好像看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 他看着袁硕 眼神中难以掩饰的 欣喜若狂 和棋逢对手的狂欢 其他人看不懂 他可以 更下方 红一堂微微皱眉 他隐约 有些看懂了 可还是不太懂 五情事之原事 可和以往见过的 又不太相同 那种感觉 让他觉得自己这位三羊 此刻也不过如此 而红月 阎罗 飞天几处 这一刻 都微微有些骚动 不等他们去猜测 一瞬间 众人看到了 骇然的一幕 半空中 一头火源率先出手 单手擎天 一掌拍下 虚空好像炸裂 五情术之原术 来战 孙一飞也是狂喜 一棍批出 天崩地裂一般 一眨眼 长棍巨掌接触 瞬间炸裂 火光四起 两人瞬间错位 腾空 彼此交错 轰隆隆 如果说李浩和孙莫贤 还是繁俗手段的交锋 这两人 却是真有了陆地神仙的手段 交锋之下 整个天空 都被映射成了红色 三阳后期 大战运神武师 袁硕再也没有 平时的从容淡定 如同一只发狂的老袁 眼神之中都带着火光 挥拳 长臂破天 一拳轰下 单手擎拿长棍 长棍火光爆发 两人一交手 那火焰便四散而出 轰隆隆 速度太快 李浩他们 甚至有些跟不上了 看不清楚了 这个层次的交锋 超过他们太多 除了一些三阳 还能看清楚一些 哪怕日要 此刻也难以看清楚 两人具体如何交手 只能看到那新火源 暴虐无比 一拳一拳地打出 有时候打出了数十拳 在别人眼中 也只是一拳 而一根棋梅棍 上下翻滚 充满了眉感 就在此刻 两人忽然偏移了方向 踏空而行 迅速偏离原地 白米 对他们而言 白米算什么 一跨步的距离罢了 半空中 光明岛所在的飞船上 接近百人 人很多 不过星光师也不少 这些人都不会进入遗迹 此刻 他们也是看得如痴如醉 而飞船上 一位年轻的天眷神师 却是微微皱眉 对方 好像靠近这边了 他原本将飞船固定在这 只是为了展示一下 光明岛的实力 后来袁硕他们上去了 他也觉得 不需要退后 退后 那也太没面子了 他是天眷神师 也是银月 少见的三阳之一 自从出道以来 一路顺风顺水 顺利建立光明岛 成为强大的组织 哪怕三大组织在这的分布 包括巡夜人 也会给他几分面子 不愿意和这位本土 三阳天眷 神师起什么冲突 所以 光明岛主很狂 有资格 有底气的狂 可此刻 他却是有些心中发颤 不好 快 他刚想说什么 一瞬间 一根长棍捅破了天地 一棍砸落 光明岛主大惊 他也是强者 剑撞怒吓一声 一拳打出 如同太阳落空 光明神拳 这两人 有些故意 他感受出来了 这两个混蛋 有些故意朝他这边打的意思 可是 他的光明神拳一出 下一刻 一颗巨大无比的火焰拳头 朝他落下 巨大无比 虚空中 好像有一只晴天巨猿挥拳 哄 一瞬间 一股强悍无比的是爆发 那古事 如同火焰山一般 在光明岛主 脑海中炸裂开 他看到了一只猿猴 开天辟地 眼神 微微有些浑浊起来 这就是武师的事 没有感悟过 没有接触过的人 永远不知道 到了袁硕这个地步 是到底有多强 光明岛主是天眷神师 可他太不了解武师了 远处 红一堂痴笑一声 忽然摇头 心中有些感慨 投铁的人 永远那么多 地下看看就算了 你在空中俯瞰二人 如同看猴戏 两人都是顶天立地的武师 都是曾经横行不可一世的老魔 你居然敢俯瞰他们 你这是真正的找死 天眷神师 三阳 以后 也许没有光明岛了 三阳是强 可以要看看 面对的是谁 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看到了 骇然的一幕 强大无比的光明岛主 光明神拳一出 一眨眼 被一个更大的拳头 一拳轰出 直接打得拳头爆裂 防御大开 就在这一瞬间 一根通红的长棍落下 这一棍 强悍无边 瞬间焚烧一切 一棍落下 轰隆一声巨响 刚刚还悬浮的飞船 直接被一棍打成了两半 而中间的光明岛主 彻底消失了 不 还留下了一丝丝光明之力 巨大的拳头 彻底落下 将打成两半的飞船 直接一拳轰爆 惨叫声无数 惊呼声无数 一些没死的光明岛超能 纷纷坠地 速度奇快无比 一些具备飞天能力的超能者 此刻忽然惊恐的大吼 无法飞天 在这地方 逝世的天下 这甚至是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内 他们无法突破 两大强者的式的封锁 直接被禁锢了超能 轰隆隆 一声声巨大的响声传出 那些超能者 超能被封锁的情况下 从百多米的高空坠地 除了少数几人幸运 剩下的人 瞬间被砸成了肉泥 少数几人 有人被其他超能者接住了 不得不接 直接调到了他们阵营 不接都不行 有几位幸运 抓住了峡谷两侧的边缘 死里逃生 强大的光明岛 上百位超能 这一刻 除了七八位幸运 剩下的 被两人瞬间打杀殆尽 三阳层次的光明岛主 更是被 两人一拳一棍 直接打成了飞灰 这一瞬间 天地之间 只有残留几人的痛呼哀嚎声 飞天阵营 一群带着斗篷的强者 此刻 好像被施展了定身术一般 一动不动 纷纷仰头看天 斗篷下 只有一双双亥然的眼神 五十 可以达到这个地步 袁硕杀断天 大家知道 可没人知道 他杀三阳 杀得如此轻松 红月 浩空脸色彻底变了 他有些惊惧 有些不可思议 还有些愤怒 袁硕怎么会这么强大 那一拳 直接正面轰爆了一位 天眷神师的防御 那是三阳 而不是日药 斗篷 不是只能堪比日药吗 怎么可能 孙一飞的强大 可以理解 可袁硕的强大 真的不可理解 怎么会 他喃喃一声 有些不敢相信 有些不敢去想 斗篷之上 这一刻 不止他 很多人都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可是 不可能啊 哪怕在中部 传闻有几位武师 也已经跨入了这个层次 可是他们现在几乎不出手 也看不到他们 那些神秘的强者们 一个个好像消失在了中部战场 据说 这些人找到了斗篷之上的路 可是 那是中部 还没得到确实的证据 今日 在银月 在这个没落的武林中 他们居然看到了一位 一拳轰杀一位 三阳天眷神师的武师强者 寻夜人方想 好连川脸色变了又变 这是袁硕 光明岛 没了 就算剩下小猫三两只 也彻底没了光明岛 一家中型组织 一位三阳 数位日要 就在他们一拳一棍之下 彻底覆灭了 难以置信 李浩身边 王明嘴巴张大 带着一些迷茫和呆滞 那是三阳 不是月明 就这么没了 老师 他嘀呼一声 下一刻 眼神血亮的吓人 喃喃道 我要学武 是的 他想学武了 我的天 这是武师 李浩的强大 已经让他自卑了 可当袁硕出手 他这才明白 李浩算个屁 那还是繁俗的手段 袁硕才是 真正的神仙中人 这才是传说中的陆地神仙 强悍的不可思议 一拳能破苍穹的存在 什么三阳不三阳的 能挡住这一拳吗 不可能 就连心目中强大无比的好部长 这一刻 他觉得也挡不住这一拳 看看 他朝好连川看去 果然 看到了好部长张大的嘴巴 瞪大的眼睛 显然 好部长也惊呆了 吓傻了 半空中 两人迅速飞回 再次落在断桥之上 面色很平静 仿佛刚刚只是打死了几只小虫子一般 在他们头顶俯瞰他们 这种人不打死 外面人知道 还以为武师就这样了 不打死他们 那些二十多年前死去的那些武师 大概都不会甘心 当年 我们观战 谁敢这种没规矩 早就被打死了 为何不打死他们 现在 两人打死了这些没规矩的家伙 心情都好像不错 真的仿佛拍死了几只蚊虫 两人 甚至都没提及这些人 孙一飞抖了抖长棍 看向袁硕 许久 轻声道 袁硕 武师一道 你赢了 袁硕 走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 这是什么境界 他带着期待 带着向往 问了一句 战斗 只是刚开始 可他想知道 太想知道了 抖迁之上 还有路吗 他怕不问 就没机会再问了 他想知道 太想知道了 运神 袁硕声音平静 运神 我只是刚入门 运神之上 还有境界 荣神 运神 荣神 孙一飞喃喃自语 带着兴奋 带着失落 带着一些不甘心 他看向袁硕 走出了武师的新天地 天下武师 都有希望了 他不知道是欢喜 还是悲伤 他看着袁硕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不亏了 真的不亏 我居然在这一刻 知道了斗迁之上 还有境界 袁硕 运神 让我见识见识运神的强大 如你所愿 好 一声抱吼 一尊巨猿再次出现 这一刻 有些不同了 这一尊巨猿 手持锁链 一链子打出 天空好像破了一个洞 这一刻 一根长棍捅破了天地 大战 爆发了 此时此刻 才是真正的全力以赴 而下方众人 早已惊呆 运神武师 刚刚秒杀一位三羊的攻击 居然只是两位强者的小式牛刀 这一刻 他们也感受到了 那焚天裂地的强大 这一刻 浩空也好 阎罗也罢 纷纷想方设法地联系外界 变天了 孙一飞大战袁朔 袁朔跨入窦千之上 成为了当时第一位运神武师 想必 这个消息传出去 天下九十九省的武师都会惊动 都会震撼 窦千之上 真的有路 中部那些不出现的窦千之上 是真的运神 还是假的 他们不知道 可袁朔 一定是真的 一位能压制三羊后期超能 还是武师晋级的超能 这样的实力 窦千不可能做到 轰隆隆 如雷霆 如火山爆发 虚空中 两道人影闪烁 碰撞 星火元首齿锁链 每一击都打破了天空 齐霉棍也是强悍无边 一棍之下 地面都开始军裂 要知道 对方还在空中 地面下 李浩看着 死死看着 他看到星火元被压制了 一瞬间 被一棍打飞 他脸色变幻 内境爆发 渐气一散 他很紧张 老师是强 可运神 只是运了一脏神 老师按照境界来说 也只是三羊初期 而对方 是一位三羊后期 一般的三羊 自然不算什么 可孙一飞 显然不一般 他有种冲动 他甚至想 此刻晋级斗千 去运武脏神 去参与这一战 和老师联手对敌 可他知道 就算自己真练救了武脏神 老师也不会让自己上场 这是属于他的战斗 属于武士最后的尊严 而这 也是银月武灵 延续当年一战的辉煌 此时此刻 李浩环顾四周 看到的只有害怕 崇拜 羡慕 他忽然笑了 也许 这就是老师接战 孙一飞当中约战的目的 银月的武灵 还在继续 定位没落 这些超能 这一次 都被笼罩在武士的强大之下 瑟瑟发抖 老师 要赢啊 李浩心中呐喊 一定要赢啊